巴鲁派出所远警遭到小货车突然冲撞身亡意外 机动市议会开议时 议长同志委宣布为因公殉职的远警和深雇的民众默哀一分钟 随后市议员张耿辉也提出临时动议 议员们要求市政府以及警察局应该赶快加强各派出所防撞措施 并且注意可能危害社会精神障碍的民众考虑送医治疗 比较小少的那个所已经都测人员也不多 在整个安全回复上包括他值班台的未来怎么改进以上 我们要事先防患 事先防患像类似这种的要强制就医 你一定要强制就医 你不强制就医的话 他酒喝下去就去笑了 我们就没法当 我们曾经有派了六个警员去保护一个酒醉的人 现在事情发生了 准备让大家更有安全的 更能够有效率的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觉得社会上治安的这些问题人物 我像市长也应该要多多 让大家一点一点一点了解好不好 你有去看过正命派出所吗 他那个是直接冲撞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 我就一再的要求 你一定要做防犯的措施 甚至我要求你根本现在 那个派出所就放会在那里 就像刚刚张耿惠议员提到的 目前基隆是因为确实有一个危机 就是我们的远景调动率很高 因为基隆呆不容易流人流财 所以导致各个基层派出所的人数不一定多 所以往往他在夜间的时候 他可能值班远景只有两个人 他另外两个人或三个人要外出巡逻 然后所长可能要执行 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在人数上面 怎么做进行应变 硬体改善的计划 相关的期程 以及是不是要在今年度的追加预算 来进行这相关的改善计划的预算编列 我想这样子的检讨 这样子的讨论会更加具体 我也是从里长开始干起 其实在里上在社区里面 经常也发生过 就在我们定内也曾经发生过 有精神病犯 这个点火 然后造成火灾的 很多都是我们刑法上面讲说是 原因自由行为者 那就是说常常的话 他就是会借酒 或者是借一些精神药物来去 装风卖傻 或者是来攻击他人 后续的身心辅导的心理智商的部分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在第一线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警察同仁 是在执行这个 可能是破门或是攻坚 或者是在执行酒驾 这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可是今天这个警察同仁 是在我们自己的派出所 里当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结果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这要造成我们这个书信员警的离世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警察同仁 第一线的同仁 他的心理的影响一定是非常的巨大 对于议员们的建议 市长谢国良也指出 像是吕美龄议员表示 正兵派出所门口 只有检疫的防撞设施 还是他上任市长后 要求警方赶快加装 之前根本完全没有防撞设施 至于要把社会上 有利及危害的金账民众 强制送医 现行法令没有办法允许 去年二月 基本上已经是挖地下三到五十公分 去来做一个深度固定的工作 来做一个车主 所以美龄议员刚刚你所提到 你看到的东西 是我们去年春安工作 我在视察的时候 亲口亲自交代 但因为他们每年 都是帮我安排同样的路线 所以我其实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每个派出所都看得非常仔细 这一点是我的不对 我们愿意检讨 但我觉得就是说 翁局长跟我在事发以后 我觉得大家都要很清楚的 马上去看待我们所有的这些派出所 甚至我也在昨天跟黄明昭署长通电话的时候 全国的派出所有无数的派出所的布置 就是现在像这样八堵派出所 门口是进空的 完全没有可以阻拦到重型车辆冲入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耽误自己 我希望局长这边 翁局长这边辛苦一下 赶快的把全市的部署 能够尽快的能够完成 即便他的车主 是一个现在像一个重型的扭折西护栏 但是你可以稍微精致一点的 稍微做一些安排之后 他还是不会影响到整个外形和外观 但重点是他有安全的一个安排 第二点就是我跟大家报告 过去一年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谈 这个警员雇这个精神障碍的人 对警员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所以我们有做随之的调整 但关键点是什么 我跟议员报告 关键点就是强制就医的门槛 太过于低了 我跟张贤政局长 我们一整年下来 明明有很多精神障碍的人 对社会是一个立即的威胁 但是现行的法令 却没有办法允许我们 来做强制的就医 我希望等一下或之后 卫生局跟警察局都可以提出 他们希望中央跟地方 能够配合的方式 议长通知卫也做出决议 我们请警察局全面检讨 各个派出所的值班台状况 最重要是要保障 我们基层远景的值班安全 第二点也请市府 对于遇难的同仁 最优先来抚恤办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